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全红蝉 在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 凭借5个动作中 3个满份的惊人表现 一举夺得了冠军 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 最年轻的金牌得主 她的名字和成就 瞬间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全红蝉在家乡 是广东省湛江市的一个普通村庄 这里虽不富裕 但孕育出了不少跳水冠军 2014年 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全红蝉 因在游戏中的出色表现 被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的 跳水教练陈华明发掘 她的身形轻盈 动作灵活 展现出了非凡的跳水天赋 经过严格的选拔和测试 全红蝉踏上了跳水之路 在训练初期 全红蝉面临着诸多挑战 她原本并不会游泳 但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对跳水的热爱 她迅速克服了这些困难 在露天跳水池中 她忍受着夏日的酷暑 和冬日的严寒 坚持不懈的进行训练 跳板被晒的滚烫 她就用毛巾挤水降温 然后一次次跃入水中 她的刻苦训练 逐渐得到了回报 她成为了同伴中 第一个登上三米板 五米跳台 七米跳台 并最终站在十米跳台上的运动员 全红蝉的进步 离不开教练的悉心指导 和队友的鼓励 她逐渐意识到 自己在跳水方面的天赋和潜力 梦想的种子 在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她以陈艾森 谢思义等大哥哥大姐姐为榜样 不断激励自己努力训练 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训练中 全红蝉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学习207C这个动作 她花费了一年零几个星期的时间 才最终掌握了这个动作 这个过程中 她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但她从未放弃过 她的努力和坚持 最终换来了在赛场上的辉煌成就 2020年10月 全红蝉首次代表广东队 出展全国跳水冠军赛 并一举夺金 她在比赛中 展现出了出色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 立刻众多世界冠军 此后 她在三战奥运选拔赛中 两夺冠军 以总积分第一的成绩 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 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在东京奥运会上 全红蝉凭借出色的表现 最终夺得了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跳水事业的骄傲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有努力 有坚持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全红蝉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她非常感谢教练 队友和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她表示 自己会继续努力训练 为中国跳水事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红蝉表达了对教练 队友和家人的感激之情 她表示 自己的成功 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她会继续努力训练 为中国跳水队争光天才 她会继续努力训练